从花瓶到被认可,谢霆锋的清醒为娱乐圈小鲜又上了一刻。 9月4日,出现了一条谢霆锋退出加拿大国籍的热搜。 消息一经发布,瞬间引起了人们的各种猜测。 大概谁也没想到,那个站在舞台上大唱《黄种人》的谢霆锋,竟然是一个外籍人士。 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外国钱不好赚了,回来撩金了,可是真实情况确实是这样吗?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新二代谢霆锋的荣辱往事。 1.1980年,谢霆锋出生于香港一个演艺世家。 谢霆锋一出生便受到了明星般的待遇,据说当时有多达50个香港媒体堵在谢家门口。 等待着谢霆锋的将士,不为别的,只因为谢霆锋的父亲叫做谢贤。 就像人们提到房祖名,总是离不开成龙。 人们提到谢霆锋时,给其最多的标签,就是谢贤的儿子。 说起谢贤,不但家喻户晓,在香港娱乐圈更是吃炸风云,被人们尊称四哥。 1955年开始奋战于娱乐圈的谢贤有多厉害。 成龙称其为香港娱乐圈的传奇,周星驰三顾毛鲁劝其出演电影。 就连李小龙与其照相,也要规规矩矩地站在一边。 1979年,谢贤遇到了迪波拉,作为第一届港姐。 谢贤瞬间被吸引,而迪波拉也对风流倜傥的谢贤心爱有加。 而当时有传言说,谢贤失去了生育能力,导致几乎所有人都不看好这段爱情。 结果,迪波拉跑到谢贤面前说我有能生孩子的秘方,我们结婚吧。 就这样,两个人走进了婚姻殿堂,第二年,谢霆锋出生了。 刚出生的谢霆锋,便创下了香港娱乐圈一项记录,一周的他拍摄了第一张杂志封面。 成为最年轻的封面明星,至今无人打破记录。 作为顶流星二代,谢霆锋从小接触的便是香港娱乐圈的顶级巨星。 据谢霆锋采访中回忆,小时候的他,经常坐在沙发中间,左边坐着成龙,右边坐着曲观文。 而张学游只能坐在对面,妥妥地年纪轻轻当C位。 从小就被大佬环绕的谢霆锋,自燃烧不了艺术细胞。1982年。 两岁的谢霆锋开始拍广告,上节目,成为了当时香港炙手可热的童星。 1987年,谢霆锋突然意识到,媒体的美光灯太可怕了。 会把孩子宠坏,想要带着谢霆锋移居加拿大。 但是在当时,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是只有加入加拿大国籍,才允许移民,就这样。 年仅7岁的谢霆锋在不明不白中,加入了加拿大国籍。 2.1994年,14岁的谢霆锋喜欢上了音乐,凭借着极高的天赋,架子鼓,吉他简直无师自通。 母亲迪波拉便把她推荐给了音乐导师戴思聪。 戴思聪在香港乐坛,被誉为音乐教父和巨星之父。 梁朝伟、刘德华都得到过她的教导。 而女星也不乏知名人物,比如,张柏芝和王妃。 两年后,学成回国的谢霆锋,因为父亲负债,无奈之下与父亲谢贤的好友杨寿成签约。 正式成为了一名歌手,不过,此时的她没有想到。 身为一个新二代,她的星图进行的却并不顺利。 1990年代的香港娱乐圈,对新二代的身份并不看重,当谢霆锋出现时,观众只当她是一个花瓶。 一次,她去一个前辈音乐会主演,紧紧录一面,台上瞬间堆满了从台下丢上来的荧光棒。 主持人一溜烟地跑下台,只剩下谢霆锋在台上边躲边唱。 一曲结束,谢霆锋均了一躬,耳边充斥着观众叫喊花瓶的声音。 她眼眶通红地下台说,我不应该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后来,谢霆锋在接受采访时,抿着嘴回忆道,我在头三年。 无论唱什么歌,只要主持人开口说谢霆锋三个字。 观众戏永远都是一阵嘘声,要大过我的声音的。 17岁,谢霆锋拍了人生第一部电影《星骨获子》,在一次拍摄中。 她突然发现自己的白鞋子变得通红,把鞋子脱下来一看。 发现自己的脚踝已经坏掉了,甚至连骨头都可见。 导演刘伟强被吓到了,大喊着叫谢霆锋去医院包擦,而不满18岁的她,淡然递看了看现场。 反问,明天你还能找到这300个群演吗? 导演沉默了没有回话。 谢霆锋接着说道,我能负得起我的责任,你给我开机。 而接下来这300人的打戏整整拍了6个小时。 谢霆锋指示每隔45分钟用绷带和酒精处理一下,最后送到医院时,脚已经没了知觉。 并且医生还说因为拖延时间过长,有节肢的风险。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手术成功地完成,而,新骨货子,也成功帮助谢霆锋拿下了当年的金像奖最佳新人奖。 谢霆锋开始的敬业帮他脱离了花瓶的称号。 此次过后,谢霆锋的星途一路平坦。 1999年,谢霆锋发布了发行了第一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一经发售,便引爆娱乐圈。 那一年,谢霆锋受邀参加了王菲的演唱会,19岁的谢霆锋。 坐在台下,痴痴地看着台上唱着《红豆》的王菲。 2000年,谢霆锋在演唱会上,唱了一首《红豆你的爱》1999。 演唱会上,谢霆锋拿着吉他,潇洒地唱着歌,这次他终于不用再躲避迎面飞来的荧光棒了。 在演唱会结束后,面对媒体,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不是很适应被人喜欢的感觉。 但不是很适应被人喜欢的谢霆锋,终究没有理过谢家的血脉相传,他完美递进成了谢贤把妹无数的习惯。 谢霆锋的初恋在15岁,女朋友是老师戴司聪的女儿。 不过,正值叛逆期的谢霆锋各种捅娄子,不听管教。 连当时同班同学陈关锡的爸爸都警告陈关锡,离谢霆锋那个摔子远一些。就这样。 叛逆的谢霆锋被送到国外,结束了他的初恋。 2000年,20岁的谢霆锋被拍到在酒吧与王菲首签首出行。 当天,王菲和谢霆锋公开承认正在恋爱中。 这场风飞恋瞬间引爆了香港媒体的八卦心,走上了各大报社的头版头条。 两个人都是洒脱之人,也都被香港媒体称为结傲不寻。 那天在《花样棉花》的庆功会上,当长枪短炮对准二人时。 王菲举起谢霆锋的手,对媒体宣布,我们确实是在谈恋爱。 而小了11岁的谢霆锋当被问到是不是真的喜欢王菲的时候。 谢霆锋想了一下,微笑地说,不是喜欢,是深爱。 不过,就像之前提过的,这场深爱,也终究没有理过谢贤的遗传。 2002年,谢霆锋遇见了张柏芝,当时正值张柏芝玉女掌门人的时代。 初代已久的谢霆锋自然而然地就照顾起自己的这位小侍卫。 同样是在2002年,谢霆锋因为超速行驶时汽车撞上了花台。 出车祸的谢霆锋第一时间不是选择报警。 而是左上后面赶来的张柏芝的汽车迅速逃离现场。 超速事件一曝光,虽然张柏芝一再否认, 却还是陷入了王菲与谢霆锋之间的三角恋爱。 最终,王菲与谢霆锋分了手,张柏芝更被各大媒体称为小三。 就这样同门师兄妹的三人,开始了一段长达十几年的夜缘。 2003年,张柏芝宣布退出了这段三角恋。 与谢霆锋划清了界限,抛去和刘晓冬谈起了恋爱。 王菲和谢霆锋在这一年也宣布复合。 不过,在这场恋爱中,年轻的谢霆锋还是不懂怎么去照顾一个比自己大11岁的小女孩。 这段爱情,最终还是以分手告终。 回国之后的王菲,在李亚鹏的追求下,迅速与其结婚,并为其生了一个女儿。 而谢霆锋也许是听到消息时的不服气,也迅速和已经分手了的张柏芝结婚。 婚后,二人生了两个儿子,谢霆锋也开始注重事业和家庭上。 大概谁也没有想到,让这段婚姻结束的,不是风流成性的谢霆锋,而是那个玉女掌门张柏芝。 2008年,有网友在天涯社区发布了一系列关于陈关西和一些女艺人之间的自拍森艺照和其他图片。 在网络反响极大并引发多方关注,其中就有谢太太,张柏芝。 最初,因为孩子的缘故,谢霆锋选择原谅了张柏芝。 可在2011年,有媒体拍下了在飞机上相遇的张柏芝与陈关西坐在一起。 轻易大闹,忍无可忍的谢霆锋还是选择了离婚。 这一次,当初那个被父亲警告远离谢霆锋的陈关西。 不但自己远离了,也使谢霆锋的婚姻远离了她。 4. 离婚之后的谢霆锋,开始把精力全部用在事业上。 2012年新二代张柏芝都,谢霆锋与陈母圣合作了,西少林寺。 手臂断裂,手指骨折,却依然不能打乱她拍戏的步伐。 谢霆锋凭借着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最成功的新二代。 从此谢贤从四哥变成了谢霆锋的父亲。 2014年,谢霆锋与王妃仲裕,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二人再次复合。 再次久在一起的两人,再也没有了以前的大造声势。 两个人就像一对相爱多年的老夫妻,一起散步,一起旅游。 在卓尾曝光的视频中,谢霆锋端着自己亲手煲的汤。 小心翼翼端到王妃的身边,边轰边喂给王妃吃。 二人相拥接吻,牵手出行,一切仿佛都回到了14年前的那个宣布恋爱的夜晚。 在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广东与香港澳门联合举办的音乐会举行。 当王妃在台上演出时,台下的谢霆锋满脸幸福地看着台上。 一切仿佛都回到了1995年,累得在演唱会台下瞪大了眼睛。 崇拜地看着自己同门师姐在台上唱歌的谢霆锋。 如今的谢霆锋早已经被时光魔去了棱角。 他不会在演唱会去砸那个价值百万的吉他了,他也不再像父亲谢弦一样花心。 他没有出生在老香港的时代,却完美地继承了老香港演员们的拼命。 他与成龙同时不允许参保,被称为香港娱乐圈最后的电影人。 今年,陈沐胜导演的一作《路火众案》上映,狂缆票房14亿,据说。 谢霆锋为了参演这部电影,推掉了几部薪资更高的大作。 从《亲警察故事》到这部《路火众案》,可以说《谢霆锋》的走红。 每一部都看在陈沐胜的眼里,谢霆锋也是说过。 只有陈道知道我该怎么拍,也只有他会容忍我这么拍。 在电影上映前,陈沐胜导演因为爱症去世了,发布会上。 谢霆锋看着陈沐胜的悼念照,强忍着眼泪,进行了宣传。 结束后,他发了一条微波,导演,我们做到了。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你都41岁了,为什么拍这部电影是这么努力? 谢霆锋想了想,对记者说,其实我一直都很努力,只不过当我出现时。 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王菲,张百芝,其实我也是个好演员的。 也许,谢霆锋这一辈子,都与王菲,张百芝这两个话题绑在了一起,但是他的努力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作为一个一出生就轰动娱乐圈的新二代,他没有嚣张把虎。 他没有变成完裤子弟,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努力闯下了一片天地。 正如谢霆锋在采访中说的那句,做事情,你可以有遗憾,但不可以有后悔。